哈囉 大家好 我是小米 今天呢 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新一集的開架新品來上妝 那就是我手上這些彩妝啦 那今天的彩妝呢 會有新進駐台灣的品牌 還有我自己私心很喜歡的歐美評價品牌 還有一些比較熱門的新品 然後來完成我臉上這個妝容 那如果想知道這個妝怎麼完成 或是我的新品心的話 我們就一起看下去吧 記得訂閱按讚 還有開啟小鈴鐺喔 好的 那我們現在回到一個 素顏剛上完妝前保養的狀態 那我們第一樣分享新品呢 是這個Malali的霸瓶天后粉底液 那Malali這個牌子呢 我在上一支開架新品影片中有介紹過 就是它是歐美品牌 但是今年才引進台灣 目前是只有在屈城市獨家販售 那這個牌子我自己本身之前在美國買過 我就蠻喜歡 是因為我覺得他們家的東西 就是很多用起來其實是媲美專櫃的質感 但是它的價格是定位在開架 所以算是性價比很高的一個品牌 那這個粉底液是他們新推出的產品 它叫做霸瓶天后粉底液 我其實覺得它名字取得還蠻有記憶點的 然後為什麼它叫做霸瓶天后呢 它這瓶主打的訴求其實是兩個 第一個就是它主打抗藍光 因為它有添加了一些特別的抗藍光技術 就是因為我們最近 現代人就是常常會滑手機 然後那個螢幕不是有藍光嗎 所以它就是希望說用了之後它可以有抗藍光的這個效果 但我這個就是打一個問號 因為我自己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真的有抗藍光 那第二個它主打的特色是尾素顏 就是它希望你上完之後可以看起來像是睡醒的好皮膚的感覺 所以它其實是主打比較自然透亮然後微光澤的那種妝感 那這邊粉底液總共有出六個顏色 我手上的是140算是它第二白的顏色 可是其實我昨天用過之後我發現它對我來說還是稍微偏白一點 不過我今天還是示範在臉上給大家參考 所以大家就不要看色號主要看它的妝感 那它是做這種按壓頭的 我自己也比較喜歡這種按壓頭的設計 因為我覺得比較好控制用量 那它的粉底液的質地是稍微帶一點點偏稠 然後稍微更水感一點這樣子 你看它顏色其實真的還蠻白的 那我今天搭配這個Bobbi Brown的粉底刷來上妝 我自己是還蠻喜歡 最近還蠻常用這支粉底刷的 有沒有它上起來對我來說真的是有點偏白 這是我本來也沒上妝然後上完妝 所以我可能要稍微再用深一個色號給大家參考這樣 再來就是它上起來的妝感 我覺得真的是蠻自然的 就是你會感覺它不是很厚重 然後用量也不用很多 但是當然相對缺點就是它的遮瑕力也偏弱 就是我的黑眼圈啊 或者是一些小痘痘這種的 就是沒有辦法完全遮得住 所以它就是還是要搭配一些遮瑕品 不過我覺得蠻適合那種喜歡日常淡妝的人 它上起來就是真的很像尾素顏的感覺 但是是稍微有一層柔膠效果 就是讓你的膚況變得比較好一點這樣 那至於持久度的話呢 我昨天用下來我覺得它沒有什麼明顯的暗沉問題 然後持久度表現也還OK 但是我覺得如果你會戴口罩 或者是如果你會出油的話 還是搭配蜜粉稍微定妝一下會比較好 再來第二張新品呢 是Integrate的會形磁色兩用眉粉筆 那這個兩用眉粉筆呢 它是雙頭的設計 它一頭是這個水滴形的斜切筆頭眉筆 然後另外一頭呢是眉粉 那其實他們家之前也有出過雙頭的眉筆 然後是液態眉筆加眉粉的組合 所以這支算是他們家第一支推出眉筆加眉粉的組合 我覺得這個組合是最實用的 就是一般如果你眉毛的話其實有眉筆加眉粉就可以搞定了這樣子 那這支眉筆第一個特色是它的筆頭 它的眉筆頭有做水滴狀嘛 那那個水滴狀的尖端的部分呢 它就可以去勾勒你的那個眉毛的毛流 就是畫出那種比較細緻的眉型 那水滴狀比較寬的那個比較平面那一面呢 你就可以去填補你的眉毛空隙 那另外一端它這個眉粉設計呢 它其實主打就是持久 因為我覺得眉毛重要就是它持久 然後可以抗汗啊 然後這個眉粉它其實就是主打不會結塊 所以你在畫眉毛的時候就可以用這個眉筆去搭配這個眉粉 好眉毛完成 眉毛畫完真的瞬間有種安全感 那我用的色號呢是660 它有出兩個色號 那這個顏色是比較稍微帶紅棕色 但其實我覺得它沒有很紅 所以跟我的髮色還算蠻搭的 然後另外一個是茶棕色 茶棕色它的顏色稍微更淺一點 所以比較適合比較淡比較淺色的髮色這樣子 那這支我目前用了一兩次 我個人覺得其實它算是還不錯用 因為你知道我很喜歡Excel的眉筆 所以我很少推薦其他品牌的眉筆 但是這支眉筆我昨天用 我自己覺得很神奇的是 因為我昨天有去體驗一個SPA 然後那個SPA就是在按的時候你要趴著嘛 那趴著的時候其實很容易去壓到你的眉毛 你知道眉毛不持久它可能就會Kick啊 會缺幾塊 可是我昨天做完之後 就是整個眉毛還是完好如初了 所以我算是有被它的持久度驚艷到 大家如果想找眉彩的話可以試用看看 好的 再來跟大家分享一個新進駐台灣的泰國彩妝品牌 叫做ZEN Z-E-N-N 那老實講我對泰國彩妝其實沒有太大的涉略 我只知道之前有分享過那個Misting的眼線液嘛 然後還有近期盲紅的4U2那個腮紅 就是很像3CE的風格的 那這個品牌呢是10月才進駐台灣 一樣是屈城市他們獨家販售 非常非常的新 然後我有稍微做一下功課 發現它是泰國彩妝品牌TOKYO DOS的副牌 那它主打的風格呢就跟我收到這個包裹一樣 它是那種黑白然後簡約時尚的感覺 然後包裝是有點稍微小文青感 可是它的價格是開價的價格 所以它在泰國其實非常受歡迎 也是很多代購的熱門選項 然後我今天呢就來試用這包裹裡面幾樣 比較熱門的彩妝品上給 就是試在臉上給大家看 那我們先來用這個MyDaily雙色眼影 這個眼影呢總共有6色 那我手上收到了3個顏色 然後先給大家看一下它的包裝 它包裝呢是這種霧面壓克力 然後真的就是一個很簡約的品牌字體 打開來裡面就是兩色 哎呦 兩色 然後它是一個霧面色配上一個珠光亮面色 那我剛剛看了一下我自己最喜歡這個Z205的配色 它是有一點點豆沙紅棕色 配上一個稍微帶一點點偏光感覺的金屬色 那我就用這兩個顏色來畫眼影 先試一下它的顯色度 喔它的這個珠光眼影稍微有點濕潤感 很滑順的感覺 然後我隨便試在手上 感覺它的顯色度蠻好的 喔顏色很美耶 好我們來試 就疊這兩個顏色在眼睛上 先用眼影棒去沾取這個豆沙色 那因為我剛剛看它顏色蠻重的 所以稍微暈一下 先疊在我們的後方 下眼皮也畫一下 再來我們用指腹去沾這個 疊在我們的眼皮上方 它這樣子擺動的時候 那個光澤會有一點色澤的變化 我覺得這顏色還蠻美的耶 第一印象很不錯 就是它的粉質很細緻 然後你很明顯感覺出來那個珠光 抹上去的時候沒有顆粒感 然後它很滑順 然後也可以很服貼在你的眼皮上 那我就再觀望一下它的持久度如何 到時候把心得補充在這邊 那我也同步分享他們家另外一款單色眼影 它叫做星空眼影 然後它的包裝是以圓形的黑色 就是也是簡約風格 然後它的這個系列是以銀河為概念 所以它每個色系就是名稱 可能是什麼銀河啊 彗星啊 然後木星火星等等這樣子 就是去命名的 那我一樣就是試在手上 給大家看一下它的質地 哇哦 它的顏色真的有那種銀河感耶 就是它的光澤感很漂亮精緻 然後也是沒有粉感 它幾乎是稍微帶一點點濕潤水感的那種感覺 好因為我今天眼睛上已經畫了眼影了 所以如果想看這個星空眼影的試色 就是畫眼妝的話 可以在這邊留言給我 然後我可能會在IG分享不一樣的妝容給大家看 再下星瓶呢 是Malani的磁色暢流眼線液 那這支眼線液呢 它其實是主打極細極黑極穩 那其實我對歐美的眼線液本身期待度就蠻高的 因為它們可能就是主打比較很黑 然後很濃很持久這樣 那這支我自己用過下來 我先給大家看一下它的筆頭 它的筆頭老實說並沒有到極細 所以我覺得用下來它並沒有那麼好去勾勒那個眼尾 但是它的這個筆頭形狀 它其實是蠻好去填補睫毛的空隙的 所以我覺得在畫眼尾的部分 可能稍微濕力的那個角度要稍微抓一下 那再來這支有一個比較特別的地方是 它叫做蓄水庫除墨系統 簡單就是它裡面會有一個像水庫的功能 所以保證你每一滴畫出來的時候 它的黑流暢度都是一樣的 那我自己用下來我覺得它的出墨算是很穩定 就是不會突然很像斷水的感覺 好那我就直接來畫左眼的眼線 那我平常這種眼線衣就是勾勒眼尾的部分 所以我們就從這個眼中的地方慢慢往後拉 拉到你想要的位置之後再從眼角的地方往外拉 有沒有 它其實沒有那麼細 所以它的筆頭在這個地方會有一點點不穩定 然後再把它填滿 但是呢我覺得它很好這樣子一點一點的去填補你的睫毛縫隙 所以它很好這樣子去點開 所以如果睫毛本身比較稀疏的人呢 你可以用這支眼線衣去把你的睫毛空隙填滿 我覺得這一支眼線蠻適合平常喜歡畫比較那種貓眼或是比較誇張那種眼線的人 但是如果你只是想要稍微拉長一點的眼尾的話 我覺得它筆頭其實沒有那麼好控制 所以我還是會比較推薦我平常愛用Excel那支眼線液 就是它比較適合畫那種稍微妝感淡一點點的眼線 但是喜歡歐美妝的話這支我覺得就還算適合 好再來下一張新品呢我們回到ZEN這個品牌 我要分享的是這個星沙打亮餅 那這顆星沙打亮餅呢我查了一下 它是一個代購的熱門品項 就是也算他們家熱門彩妝品項之一 然後它的包裝也是跟雙色眼影一樣是這種霧面的壓克力 打開來就是一個圓形的 那你看這顆的顏色它是稍微比較偏向香檳金色 是我自己也蠻喜歡的打亮色系 所以我們就來試用看看 那我說摸一下粉質 阿門家的這種珠光亮粉都是稍微帶有一點點濕潤感的 顏色感覺也是比較偏自然一點的那種打亮光澤 好那我們就上在全國的地方 我現在的光澤是粉底液的那種微光澤 然後刷一層之後呢 有喔它有一點點金色的那種香檳金的光澤感出來了 我覺得這顏色還蠻好看的欸 它就是淡淡的很自然的那種感覺 就是不會太誇張 所以我覺得日常妝也可以使用 這邊沒上 這邊有上打亮 好最後要分享的是這個ZEN的靜光玻璃水唇釉 這支算是他們家熱門品項之一 然後我先給大家看一下包裝 我剛剛一打開我覺得它的質感很好欸 因為它的顏色調色我覺得很好看 就是那種有點豆沙色的管身 然後它下面有個漸層感 真的就是我覺得有媲美妝櫃包裝的質感 再來這支唇釉它有六個顏色 然後都是以土橘色系去延伸 所以你知道我本身喜歡橘色系的人 就對這系列還蠻有興趣的 那我查了一下他們的熱門色是601 所以我就今天試這個顏色在唇上給大家看 那它裡面的刷頭是稍微帶有一點點斜角的 然後這個601叫做紅棕奶茶色 它擦起來的靜光感真的蠻美的 而且它其實真的不太會黏膩 那擦上去的時候我一開始聞 它有一個有點帶薄荷的味道 然後但是我覺得有一點點塑膠感 就是如果你很介意味道的人 我覺得你們可能還是要聞一下可不可以接受 但是擦起來會有那種涼涼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還蠻適合夏天的 然後再來就是它的這種靜光唇釉 我覺得你在用的時候 你就是建議大家疊擦 慢慢去加深那個顏色的飽和度 如果你一次就是擦很多沒有用勻的話 它會擦得有一點點不均勻 這是我自己第一次用下來的感受 但是我覺得這個顏色真的很好看 就是它真的就是紅棕奶茶色 大家接受度會很高 然後蠻襯膚色的一個唇色 好的妝容完成 這個妝我自己還蠻喜歡的 就是我覺得這個唇色 剛好跟我衣服上的這個紅色印花還蠻搭的 那整體視覺就是比較偏 有點帶秋冬感 然後稍微帶一點光澤的 所以接下來如果大家會有一些 你知道胃壓 或者是一些聚餐 然後或是派對的話 我覺得今天這個妝容還蠻適合給大家參考 然後再來就是開架新品來上妝這個單元 是我們一直固定都有在拍的嘛 那其實有些人也有就是陸續會就是在私訊會問我說 會不會分享一些專櫃的彩妝 或者是專櫃的保養 那如果大家也想要把專櫃新品當作一個單元的話 你們可以在下面留言給我 讓我知道就是如果很多人想看的話 也許未來我也會除了開架新品之外 也開一個專櫃或者是一些歐美啊 然後其他國家彩妝新品的單元 那就是非常需要大家意見這樣 好那希望你們會喜歡這次影片 別忘了幫我按個喜歡 然後記得訂閱我的頻道可以在這邊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 掰掰